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講 巴西和中國達成協議,不再用美元作為貿易結算 巴西每年對中國有290億美元的貿易盈餘,將來會變成人民幣 另外,除了巴西之外,東盟財長又開始經放棄用美元做交易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賣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巴西總統盧拉因為輕度肺炎,推遲了一道中國訪問 但中國和巴西已經等不到盧拉訪華,就算會達成重大協議 3月29日,巴西貿易與投資促進會宣布 巴西和中國達成一項協議,將不再使用美元 改用兩國的本國貨幣進行雙邊貿易交易 根據協議,巴西和中國對貿易和融資業務 可以通過用巴西貨幣雷亞爾對換成人民幣進行 相反也可以,從而避免了兩國在交易當中 要先將雷亞爾或者人民幣對換成美元 再進行交易所有付出的額外交易成本 巴西貿易與投資促進局在1997年成立 後來在2003年就變成一個由私營部門資助 由巴西聯邦政府監督的自治非營利實體 2016年這個機構和巴西外交部正式掛勾 致力在國外推廣巴西的產品和服務 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巴西,並且支持本土公司開拓海外市場 在巴西總統努拉訪華前夕,幾百個巴西企業代表 在這個星期擁有北京,尋求增加對華出口,並且吸引投資 這次巴西訪華的代表團規模龐大包括多名內閣部長,州長,議員 和240個商界領袖,巴西大部分的牛肉、大豆、木漿都出口到中國 巴西外交部官員說,巴西希望在鐵礦石、大豆、豆油和肉類出口之外 擴大對華的貿易,並且準備簽署有關技術、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協議 3月29日,由巴西貿速會、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等機構聯合主辦的 中國巴西商業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而巴西貿速會和北歐創新中心也由北京海高創新科技銀行公司 在與巴西三十多個戰略經濟行業的代表會談中,正式的眾多行業建立夥伙伴關係 除此之外,這幾個組織也與巴西大企業 如抗業巨頭、淡水河谷、始終結業巨子、Suzano等簽署了相關貿易協議 促進巴西和中國在不同領域中的創新和合作 在研討會結束後,巴西外交部也在推特上面發文說 在巴西總統盧拉訪華的背景下,這場研討會達成了二十多項協議 但當中最足無的協議就是中巴兩國未來的雙邊貿易會使用本幣而不用美元來結算 即是巴西的雷亞爾和人民幣可以在貿易當中進行直接支付結算 這項業務將會由中國交通銀行控股的巴西BBM銀行 和中國工商銀行的巴西分行具體負責 巴西貿易協助局說,他們期望以本幣結算可以降低貿易成本 還有一步促進中巴兩國雙邊貿易和投資便利 中國是巴西的主要貿易夥伴 在去年即是2022年中巴雙邊貿易額達到1505億美元 創下歷史紀錄 其中巴西對中國的出口額是890億美元 而對中國的進口額是607億美元 不然之,即是巴西這個商品出口大國 去年對中國有29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過去兩國以美元交易,巴西這290億美元的順差是收取了美元 未來兩國以本幣交易 中國對巴西有貿易易差 收到的巴西幣雷亞爾 相信大部分都會用來找買巴西貨品的數 相反,由於巴西對華貿易有順差 那290億美元的順差就由收取美元變成淨收人民幣 這亦顯示巴西對持有人民幣充滿信心 另外,巴西亦是中國在拉丁美洲投資的主要國家 約佔中國在拉美投資的48% 在2007年到2020年,中國對巴西的投資總額是703億美元 在巴西第八大亦是來自亞洲第一大的投資國 超過了日本、韓國和印度 相信未來中國在巴西的投資 都有機會直接用人民幣去兌換雷亞爾 而不是再用美元了 總結中巴這項重大的協議 有幾個要點 第一,巴西是第一個國家宣布全面 和中國以本國貨幣進行雙邊貿易 放棄使用美元 兩個這樣就不用多兌換一重美元 減少了兌換美元付出的額外成本 真是的,巴西和中國貿易回美國什麼事 為什麼要特別換美元呢? 第二,巴西換了左翼總統盧拉上台 開始不賣美國的賬 加上巴西是商品出口大國 他對中國出口的大豆以至牛肉 都和美國爭奪中國的市場 為什麼還要迫著他用美元去做貿易 益那個競爭對手美國呢? 第三,由於巴西對中國有數量顯著的貿易盈餘 意味著巴西有信心長期持有人民幣資產 第四,會出現骨牌效應 未來相信會有越來越多國家使用本幣和中國貿易 長遠肯定會影響美元的地位 未來除了巴西之外 首要持有大量人民幣的國家就是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戰爭之後 中國和俄羅斯的貿易很大比例 都開始用人民幣結算了 最典型的就是俄羅斯的天然氣 出口到中國的時候 會以俄羅斯的勞布和人民幣 以50對50的比例結算 在俄羅斯衝突之前 人民幣支付只佔俄羅斯對中國出口的0.4% 但去到2020年即去年的第三季度 這個比例已經飆升到14% 估計未來還會不斷上升 在俄羅斯衝突之前 莫斯福交易所的勞布對人民幣外交易的量幾乎是0 但到了去年年底 人民幣交易量已經佔莫斯福交易所外交易量的48% 去年中俄兩國的密額增長29.3% 達到創紀錄的1903億美元 當中我國向俄羅斯的出口價值是760億美元的貨物 同比增長了12.8% 而從俄羅斯出口到中國的貨物就增長了43.4% 達到1,142億美元 當增加的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 而俄羅斯去年對中國的貿易順測高達380億美元 假設未來兩國的貿易有三分一用本幣結算 俄羅斯一年就會增加等值127億美元的人民幣 另外巴西宣布全面和中國貿易以本幣結算只是打響了第一槍 另一個將本幣結算提上日程的是東盟11國 3月28日東盟國家財長和央行長會議在印尼舉行 會議將持續至3月31日 印尼央行長雅勞約說這次會議討論了很多重要議程 根據印尼新聞雜誌時代周肯說 會議將會討論通過本幣交易減少對主要貨幣的依賴 這也是對之前已經在東盟成員國之間啟動的 本幣貨幣結算計劃的擴展 而長日追蹤東盟商業團貿易的網站 東盟簡報就指名道姓地再一步解讀認為 東盟國家在這次會議上的首要議題 就是討論如何減少在交易中對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的依賴 東盟簡報說在亞洲外國投資者 朝會應當留意想用持有美元等貨幣的數量 分析指,俄會戰爭之後 美西方凍結了俄羅斯3,000億美元的俄匯資產 也會凍結了一大批俄羅斯富商存在歐美銀行的資產 令人關心自己國家 萬一與美國關係惡化時持有美元資產是否安全 會不會被美國凍結呢? 如果東盟決定與中國貿易以本幣結算 那就是一件更加震撼的事件 因為我國和東盟的貿易額就更加大了 中國東盟貿易額近年快速增長 在2020年雙方的貿易額只有6,846億美元 2021年雙方貿易額增至8,782億美元 去到去年更加進一步增加到 9,753億美元增長10.2% 當中,中國對東盟出口是5,673億美元增長17.7% 對東盟進口是4,081億美元增長3.3% 即是說,我國對東盟去年有1,592億美元的貿易盈余 在東盟成人國當中與中國前三大貿易夥伴 依次是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尼 不過要東盟全面通過與中國交易 以本幣結算難度都不少 因為東盟11國當中有些國家與美國關係密切 相信美國都會大力發功阻止這件事發生 總體而言,未來應該會有越來越多國家 放棄用美元、改變本幣和中國做貿易 這樣也是美國逼出來的 長遠而言,美元的地位將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另外,在小時候的事業化評案講到 中國一年多場環球經濟論壇釋出無限相機 蒙古就說,如果中國的GDP增長5% 就可以推動蒙古的GDP增加7% 歡迎訂閱會去石樓台收聽相關的評論 希望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謝謝大家